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知道最新的新闻最好玩的电影资讯吗 现在欢迎大家拿起手机上脸书搜寻中广主播曾武清 按个赞加入粉丝团就可以收到每天的新闻重点 还有精彩的节目预告 尽量介绍这个男明星呢 他是日本国民天团的成员 虽然快要40岁了 但是童年般的外形看起来活力十足哦 能歌能舞还会主持 最重要的是他的演技啊 早就获得认证是日本奥斯卡影帝哦 想知道是谁吗 赶快进来 肺夫电力公司 还在担心缺电危机吗 肺夫电力公司给您最劲爆的电影大小事 好 今天要跟肺夫一起揭开明星神秘面纱的 是影评人佛拉德 哈拉德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周末愉快 虽然寒流当道 但是呢 讲到日本天团的精英模式啊 才是早期精英偶像团体的一个样板 那么除了SMAP之外呢 还有一个团体啊 他们的师弟蓝 号称是国民天团啊 今天我们介绍的就是其中一位成员 多才多艺的二公合业 阿德觉得他有什么样的明星魅力呢 对 1999年 他们成立了男子偶像团体蓝 然后从此就非常的红 一直到2020年的12月31号 他们办了暂停演唱会 是 然后之后呢 他们就是大家就各自去发展 对 那二公合也呢 在他们这个团体里 还有在杰尼斯里面 就是可能大家常常都会觉得 杰尼斯的偶像们 虽然常常主演电视剧啊 日本的电视剧跟电影 但他们的演技都常被诟病 但是二公合也不一样 他是经过认证的 对他是少数的杰尼斯偶像里面 被大家认为是真正的演员 没错 而不是只是偶像 那他到现在为止 已经在日本的电视剧跟电影 就已经拿到了20几个 不论是男配角 或是男主角的肯定的奖项 哇所以他会主持然后又会演戏哦 讲到二公合也 他是1983年6月17号出生 双子座 对 那对 那就是 所以他个子也不高 但是呢 其实他真的蛮多来多意的 因为除了演戏唱歌之外 他还擅长吉他钢琴 然后蓝很多的一些歌曲 都是他作词作曲 哦 对 全方位的艺人 尤其他也喜欢打棒球也喜欢变魔术 可以跟周董稍微讨教一下 对对对 但不过他好像没有开快车啦 那听说他除了 那个演出还那个的时候 他在家里的时候 他跟金城武一样 都是非常喜欢打电玩 常常打一打一天就过去 还蛮宅的 对 可是从他的外表啊 我觉得很了不起耶 虽然他已经即将快37岁 快40岁哦 看起来还是相当的年轻 有这娃娃脸啊 对 那2019年就是跟一个日本电视台的主播结婚了 当然很多女影名都心碎了 然后最近他的小孩就要诞生了 可是大家可能还会觉得 二宫和野 其实他的长相也那20出头的 好像也是没有违和感 然后这个娃娃脸呢 是他的强项啦 不过对他要转型来说 也许也是会是一个阻碍 对他算是可爱又清纯的魅力代表啦 也掳获了不少七年级八年级女粉丝的心哦 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他出道的过程哦 他好像是1997年7月演出舞台剧 他之前13岁踏入演艺圈了 然后16岁是加入杰尼斯 对那他在舞台剧呢 其实就是 我觉得他为什么会跟一般的杰尼斯偶像 在大家会评比他的演技比较好 对 事实上我觉得在舞台剧的磨练 应该给他很大的帮助 因为呢 其实他在舞台剧 日本舞台剧 有演过Stand by Me 就是站在我这边的日文版 然后他就是饰演瑞凡费尼克斯 所饰演那个经典的角色 克里斯 那后来他还演过 杨子不叫谁知过 这也是好莱坞的经典 青少年叛逆电影 他演的是詹姆斯迪恩的角色 哇演的都是这个一代明星的角色 那让这个二宫和野受到瞩目的 当然就是很多的电视剧了 包括什么 小男的迷你情人 拜起父亲大人 贫穷贵公子 留心之伴 最后的约定 其实陆续获得奖项的肯定 对那他开始演那个日剧 就得到 虽然他只是配角 但他就得到了男配角奖 然后之后呢 拜起父亲大人 2007年 终于让他 就是他当了男主角 也拿到了男主角的奖项 那贫穷贵公子呢 在我们台湾也非常的红 因为我们台湾也有翻拍的 是周渝铭 他跟周渝铭饰演同一个角色 就是那种 看起来是个贵公子 其实家里很穷 还有养一堆弟弟妹妹的角色 然后这个喜剧呢 当时也是非常的轰动 是 好介绍完电视剧 我们就把焦点锁定在 大一幕上面的演出 他演出的作品包括 亲之言 大奥女将军与他的后宫三千美男杀戮城市 可是一定要提这一部 我的长期母亲 让他获得呢 电影寻报奖 还有日本奥斯卡最佳男主角 对 不知道这是不是杰尼斯的偶像 第一次拿下了这个电影的大奖 了不起对真的了不起 而且跟他演对手戏的就是他的母亲 就演他母亲的角色是日本的国宝女演员吉勇小百合 哇跟他们对戏应该蛮有压力吧 对而且这部戏呢 其实大部分就是他们两个的对手戏 对 然后黑木华饰演他的未婚妻 那他是就是在长期原爆的时候 因为原子弹炸下来 于是他就一命呜呼了 不是被吓死是被炸死 对被炸死 那所以一命呜呼 然后母亲吉勇小百合非常的难过 还跟他的未婚妻就是黑木华 两个这种还不是山正的婆媳 但他们就相依为命 可是后来黑木华过了几年后 有新的追求者 那黑木华在想说 他究竟要不要追求他的幸福 然后这个未过 就是没有正式的婆婆又该怎么办呢 然后没想到这时候 二公和也的鬼魂居然出现 他不是死掉了吗 鬼魂啊 就突然现身了 对然后跟他的母亲 就是有很多催泪 但也有很多 就是讲述战争的残酷的内容 你说他回来之后呢 跟自己的妈妈 还有这个昔日的恋人 三个人共度一段非常奇异的时光 对而且主要是跟妈妈啦 那所以呢就是究竟这个妈妈跟这个 未过门的媳妇能不能找到他们新的幸福 还是就继续跟这个二公和也的鬼魂纠缠下去呢 所以这部电影呢 其实最主要的是在讲战争对一般庶民生活的影响 也是一部反战的电影 老百姓是最可怜的啦 在战争底下 对 好这个事让他拿下最佳男主角 那么后来他又以这一部检方的罪人 拿到日本奥斯卡的最佳男配角奖 他里面呢是跟木村拓哉 他的师兄呢是演对手戏 前后辈的关系 两个人都是检察官 但是在调查这个杀人案的时候呢 彼此的意见 好像不太一样 而且也造成信赖感的崩解 对这部2018年的片子呢 就是师兄挑大梁 但是在这部电影中最亮眼的 当然是二公和也的表现 他饰演的这个菜鸟检察官 然后很崇拜木村拓哉这位资深的 那个检察署里面的明星检察官 是 那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个命案 然后之后呢 他们之间为了这个命案的 凶手的处理问题 而发生了一些争执 他好像不太能够认同 这个前辈的办案的手法啦 对对对 那所以呢 正义到底能不能伸张呢 所以他们要 就是用什么方法来伸张 他们所谓的正义 对 可能是触犯法律或不合法的 对 那除了这两部电影之外呢 阿德还要再推荐 哇这部也是大有来头 他算是杰尼斯事务所 第一位参与好莱坞电影演出的艺人 就是来自硫磺岛的信 他的导演就是鼎鼎有名的 克林斯维特 对而且这部电影 史蒂芬史毕博也有参与制作 那所以 对二公和而也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再加上呢 其实克林斯维特之前 就是在试镜之前 就看过他在2003年演的那部青之言 对 那他演的是一个高中生 因为继父就是会打他跟妈妈还有妹妹 然后他决定要想办法 做一个完美的谋杀计划 杀死继父 然后他演的这个角色 这部电影 克林斯维特看了以后 我觉得我就是要他演我这部硫磺岛的信里面的这个日本士兵 大师导演亲自指名 对对对 他就看中他因为他觉得他在亲自演里面演得非常的好 对那所以呢就是他就在这部电影中饰演了这个一等兵西乡的这个角色 然后跟杜鞭谦啊还有加赖亮 然后他们都是实力派演员 然后饰演就是日本士兵们在硫磺岛 然后就是他们人非常少 确实要对抗美军 然后非常惨烈的战争 对 然后这部电影也得到了金球 当年金球奖的最佳外语片 那除了二宫和野的影艺的作品 也来讲他的现实人生 真的要恭喜他啦 他好像敢进度吧 不仅结婚身格成为人夫 老婆怀孕 然后预产期在春天嘛 后最即将当爸爸 对我们也很恭喜他 是 那这个礼拜他有新片推出哦 号称这部也是大有来头 应该是也蛮有机会得奖的作品哦 对 继续来介绍 店小儿电影套餐怎么卖 只要你是引军级 免费交代都可以 当店小儿碰到影君子 电影情报全部service 好欢迎大家来到肺夫经营的电影餐馆 在周末假期 没有打烊哦 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光顾哦 但是在开张之前呢 让我宣传一下 赶快加入肺夫的粉丝团 只要在脸书上面搜寻 中广主播曾武清 按个赞加入就可以了哦 那么今天请到跟肺夫一起掌除的 还有影评人佛罗阿德 我们要介绍的是二宫和野主演的日本芯片 浅田家 浅田家里面这个主人公 这个男主角浅田政治大有来头 他是日本的最会拍全家福的男人 也就是说他的摄影功夫很厉害哦 对那他在日本这个角色 这个原本的这个人物 他在日本呢拿下了日本的摄影大奖 从此成名 那他成名的是因为他出版了一本摄影机 然后他的摄影机叫浅田家 就是我们的片名 然后里面呢全部是他跟他的哥哥 还有爸爸妈妈四个人拍的全家福 全家福 所以呢这个主角都是他的家人 那为什么会受到欢迎啊 是因为拍的很自然 拍的很轻松 没有没有本来那个那本写真集卖的不好 因为大家知道日本人可能更喜欢 是AV女优的写真集 所以他其实又没有名 然后又是全家福 其实没有 是因为他得了摄影大奖之后 所以大家才开始注意到 才说啊你这个照片很有趣 因为呢一般人拍全家福 不就是很震惊吗 要不然就是大家长得很帅很美 或是要立正站好 然后呢就排排坐排排站 大家族的合照 但是呢他就是拍出了不一样的全家 怎么说 例如他因为他曾经就是念了摄影学校 然后可是都差点被当 那就是摄影学校好不容易毕业之后 他就是在家里就是那种御宅族 那只有偶尔出去打打爬庆狗 或者是在他们家的那个防波堤附近 然后钓鱼 无所事事就是在游荡啦 对连欺负木冲四眼的哥哥 和妈妈都受不了 但是爸爸就很容忍他 爸爸就跟他说 你只要就是开心就好 这个爸爸作风还蛮开明的 对对对 然后他就问爸爸说 他就心里有点愧疚 就问爸爸说 爸爸 可是我不知道我自己家要做什么 可是爸爸你以前的梦想是什么呢 然后爸爸就说 其实我想当消防队员 然后他就想到说 好啊 那我们去借消防车还有消防衣服 来拍个全家福 还不赖耶 让老爸实现你的梦想 让老爸可以圆梦 对 然后这就是他们第一张很特别的全家福 然后之后呢 他就觉得大家都觉得很很特别 还有续集 对 然后他就问妈妈说 妈妈的志愿是当护士 然后妈妈的确就是护理长 对然后妈妈就说对啦 其实我是完成了我的梦想 可是我以前年轻的时候 看那个某种电影 我也想要像那个电影的场景 他说好没问题 妈妈我帮你实现 结果我们大家就看到 他爸爸就是戴一条金项链 穿着黑色的西装 然后像一个 这什么片啊 黑道片 对 极道 然后他妈妈就穿得像极道之妻 然后他跟哥哥就穿着那个花衬衫 就演大哥旁边的裸裸 他就成为大哥旁边的女人 对 然后妈妈就还讲出极道吃气的台词 我不是爱上黑道 只是我爱的男人正好是黑道 天哪这也太饱了 太耍饱了 有消防员还有黑道 听说还有那什么选举的候选人 对 然后还有赛车手 然后等等非常多啦 然后甚至还有一个是 让妈妈当那个像五月天的主唱 然后打扮的是摇滚歌手 然后爸爸在后面打鼓 然后他们两个拖着上衣 就是上身打赤膊在那边弹贝斯 就是一个Rocker的形象 对对对对对 然后所以这是很特别的全家福 然后之后呢就吸引了其他的人 来找他付费请他拍全家福 但这部片子如果只是这样的话 就就就提留在一个层次了 深度不够 也不是深度不够啦 就是说让大家看得很开心而已 可是呢就是在讲到说 那时候发生了三一地震 然后他为了去找那个 曾经找他拍过全家福的一对 就是一家人 然后他到了那个灾区 他想去看看他们现在的生活 过得怎么样 对他们是否还活着 然后那房子都被摧毁了 然后他就看到灾区里面 那个友人就是很好心 就是把一些那个灾难过后 在泥泥里面捡回来的相簿 是 对 然后他就把他们整理清洗干净 我觉得非常了不起 因为你看看哦 可能你的钱财都没了 亲人也离开了 你根本就来不及逃难 你不知道可以带走什么 有纪念价值的东西 对对对 就是以后如果想起了那个家人 对 却没有他的照片 也没有你们以前的全家福 照片现在就是一个最好的回忆 对对对 而且万一以后想要跟小孩讲到 未来的小孩 或未来的家人讲到说 那谁谁谁长什么样子 连照片都没有了 所以他就加入 因为他个人也是个摄影师嘛 所以他就加入了这个 清洗照片的行列 所以在这个电影的前半段 可能聚焦浅田家的生活 但是后半段这个时空的背景 就移到311大地震之后的东北 对那他就在那边做义工 然后他们当时整理了 大概8万多张照片 然后后来有6万多张都被领回去了 都被施主领走 这样子 所以应该做了也是一个蛮浩大的工程啊 但这部片子呢 是二宫河也即将再度挑战 他已经入围了日本奥斯卡的最佳男主角奖 他可不可以第二次拿到影地 创下个人的记录 大家都在看 除了二宫河也之外呢 当然这次呢 演出的明星都很大咖啦 那既然讲到日本奥斯卡 里面的七夫木葱 尖田将辉 还有平田满 都曾经是得过影帝耶 对对 而且七夫木葱 这次饰演那个包容这种很瞎的弟弟的哥哥 也是很感人 怎么说 因为事实上在电影真实里面其实是弟弟啦 但是因为七夫木葱 比二宫河也大 所以剧本就改成他是哥哥 然后哥哥就是很无奈的支持弟弟的这种狂想 例如就是低头跟人家讲说 可不可以借一下赛车让我们拍呢 然后一直跟人家九十度鞠躬说 我可不可以跟消防署借一下消防车呢 是 对 然后弟弟呢 就不上班 然后哥哥就很努力的去就朝九晚五 然后弟弟居然就在打爬庆狗 然后他对弟弟说 你对家里有什么贡献呢 然后弟弟说 我每个月有拿十五万打爬庆狗的钱给妈妈 所以这个弟弟这个二宫河也他就是比较天马行空 然后呢 这个哥哥感觉像是弟弟的最佳的后盾 对对对 就是都支持他 甚至他后来去三一大地震的时候 好不容易有机会回家参加爸爸的七十几岁的大寿 然后没想到爸爸就中风了 然后但是他还是要跑回那个灾区去 甚至他除了清洗照片之外 还帮有些人就是 就是剩下的家人拍全家福 哇 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义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日本人 那种非常坚强的韧性 就是说即便发生了那么大的一个灾难 他们非常的悲伤 可是还是非常勇敢 非常坚强的要往前走 而且应该只有他们会想到 要把照片在泥巴里面拿出来 一张一张清洗干净 这真的是日本人都会想到的 要做这么细致的活 而且那么多张照片八万多张 对对对 所以导演他也提到 这个导演是中野亮泰 他就说希望可以拍摄一部 以三一为题材的作品 然后他也说 这一次呢 这个二宫和野真的是表现相当相当的精彩 那讲到女性的角色 刚刚讲到很多的影帝嘛 那其实这个影后啊 也有柏林影后黑木华啦 然后蓝丝带强的最佳女配角 风吹唇 他们的扮演的角色呢 对那黑木华呢 又跟他在像是我的长期妈妈里面 又再度的合作 他就是又饰演他 这次他们不但是未婚妻而且有结婚哦 哇 而且那个黑木华在里面很有趣 他的求婚是说 我想要成为你们浅田家全家福照片的一员 哦 这意思就是说 赶快跟我结婚吧 加入这个大家庭 可是他是说 我想要参加你们的全家福合照 因为他小时候他们就青梅竹嘛 他就觉得你们家的那个 那个全家福照片非常有意思 然后所以他的求婚台词是非常的犀利的 那他也曾经在他很茫然的时候就跟他说 你再不振作起来 我就要把你赶出去 然后激励他 然后甚至在他还在当人家的摄影助理的时候 他就说 我花一点小钱在日本的小艺郎帮你办一个摄影展 然后也是因为有出版社的老板来逛这个摄影展 所以就决定帮他出他的摄影机 好这是一部非常有人味的电影 我们最后给浅田加一个电影指数吧 搞怪全家福创意大放送四颗星 而且大家看到片尾的时候不要先离场 因为真正本尊他所拍的那些照片 会同时呈现在荧幕上 哇非常有意思 而且在片尾的时候 影片还有一个非常精彩的回马枪哦 对就是会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局 本来以为你都快要哭了 后来你就笑 哭了哭了就笑了出来哦 好这次浅田加那也许大家看完之后 嗯花个时间把全家人找回来 也拍一张全家福吧 我们待会来介绍这个礼拜其他新片 不要错过了 好欢迎大家回到电影下桌上瘾 我是节目主持人肺夫 也是中广主播 曾武清今天请到来宾是影评人佛罗阿德 我们接下来来介绍两部新片 最好的时光哦 先来介绍这一部 这个最好的时光的醉呢 是喝醉的醉哦 阿德你平常会喝酒吗 会品酒吗 不 我应该算是滴酒不沾 滴酒不沾 除了烧酒机以外 麻油机是不是 麻油机面还不赖哦 虽然说这个酒喝太多不好 但是很多人喜欢那种微醺的感觉了 会认为那种 我猫的感觉还不赖哦 那最好的时光这个故事呢 是发生在丹麦 这是一群高中老师哦 对 就是发生在哥本哈根跟他附近的小镇 然后小镇上面呢 有四个高中老师 算中年大叔是不是 对对对 他们是好朋友 然后他们有的是教心理学的 有的是教历史的 有的是教体育的 还有一位呢是教音乐的 他们的人生走到中年这个阶段 算怎么样 已经到高峰了 应该是说他们都有一些梦想或者其实这部呢跟那个同学麦纳斯是可以参照看的 对对对对对 也是四个中年大叔 只是同学麦纳斯那四个是混得很不好甚至三餐不济啊 对对然后过得很穷困 对对对对 可是这四个因为他们毕竟是高中老师 是学校的福利还是有的 可是还是遇到了一些瓶颈对那例如像有的人呃为了孩子为了家庭就牺牲了念博士的机会对对那呃 而且也牺牲了自己本来想当绝世无守的这个梦想没想到现在只能够去教书 对就是变成一个教书也没有很差但是他就觉得哎我其实我还有别的梦想那有的人是哎跟一个富家你结婚了大家都很羡慕他住豪宅可是事实上呢他们就生了三个孩子那三个孩子就跟他们一起睡都是小孩对那就是然后有时候还会尿床就是他他的生活就被三个小孩搞的晚上也睡了 对然后就是就是那种不用再乎钱可是有更多的生活压力就被家庭生活给绑住了对对对那有的人是单身他始终追那个性他非常内向然后追不上女生那之类的然后他们都有各有各的没有很差生活环境没有很差但是他们都好像有一种失落因为已经到中年了你不可能在像年轻的时候认为你的梦想是可以实现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呢可以去买醉一下酒精成为他们的解放季哦对对而且像曼娜斯他们经济比较困难所以他们都是喝叫一杯泡沫红茶就在那边打屁一个下午那他们呢那他们比较有钱他们是去餐厅喝红酒喝威士忌那我们的男主角呢就是历史老师他本来是不太喝酒的那后来在大家的怂恿之下那他就喝了 然后他们后来就其中有一个心理学老师就说哎呀其实啊有那种哲学家都说啊只喝微醺每天喝一两杯啊其实对人会更放松你的思绪反而会更开放然后呢只要把它控制在0.05的那个酒精浓度就OK了这个是研究理论上面讲的 那他们是实际去验证过之后效果怎么样他们就开始验证啊对那我们这很硬的历史老师对哦他本来在学校其实大家不要以为丹麦每次在那个全球学生的那个学历测验里面对都是应该名列前茅对然后甚至大家觉得他们教育很好他们讲究快乐学习对就是他们快乐学习有时候是没成果的像美国哦就是学那个学学生的程度很差但是丹麦 是学是程度很好品质算是好的对对对就是在全球学生评鉴里面他们也是名列前茅嗯那结果我们后来就发现哦丹麦的高中也很可怕学生发现觉得历史老师很古板都照着书念然后教的不好居然还联合家长全部全部的家长想要干嘛二三十个连学生就把老师叫到教室说我们要举行学测了对你觉得你这样的教法可以帮助我们通过学测 天啊好像在公审哦哈哈哈哈不是啊你就觉得哈丹麦他们也这么斤斤计较学测成绩对所以他承受非常大的压力所以这个老师这个男主角他在教学上面的表现不是太好嗯对然后呃就是应该也不是太不好就是说他可能就是比较一板一眼哦那再加上他的家庭啊他有两个孩子可能那孩子都到青春期回家就是打电动嗯滑手机也不理他那现在重点来了 在酒精的催化之下产生哪些微妙的改变他居然在教室里面就生龙活虎了起来哦真的吗然后还跟学生讲说给你三个选择是有一个人他每天喝醉从早开始就一直喝除了睡觉对然后呃另外一个呢他也很爱喝也是喝到很醉然后另外一个滴酒不沾而且他非常勤于正式你们到底选哪个然后学生说当然选第三个他说第三个就是希特勒哈哈哈哈 然后前面第一名跟第二名是谁是呃丘吉尔跟小罗斯福哦他说他们都酗酒耶对然后学生就说哈然后大家就觉得哎老师现在教法好像不太一样很活泼而且非常的生动对然后他也觉得因为你知道其实丹麦高中生很多人就在偷喝酒是所以呢学生都觉得哇老师也很了解我们其实酒精蛮好的啊 然后等等的他就他就觉得教学越来越有自信所以这样停下来感觉有一些好的改变但是呢如果只是这样子的话他一定这个会有问题哦那后来他们是有哪些东西没办法控制啊而且我们要再度大家告诉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而且喝醉酒会伤身的嗯请勿过量饮用那在这部电影中也是一样的丹麦的公麦局可能有有在这里面置入 就哎他们一定会发生事情啊加上警语是不是对对对没有警语我说他一定有嗯就是置入让他们在本片里面传达一个理念就是他们喝酒喝太多总是会出事的嗯结果就陆续出了事甚至还有人送了命哦就大家就像看麦娜斯一样四个朋友里面一定会有一个领便当所以呃我们我们觉得啊黄信尧导演啊可以跟这位丹麦导演认识一下 因为这个剧本也是那个丹麦导演自己写的对嗯好最好的时光他们其实之前的时候就在欧洲电影讲非常风光入围四项勇夺四项得奖率是百分百那现在也代表丹麦要角逐奥斯卡最佳国际电影呼声也是非常高我们就给他祝福了哦那么最后给最好的时光一个电影指数吧最后才是大丈夫四颗心嗯好评价非常好哦那介绍完那个最好的时光 如果大家过完年想要被吓一下赶快来介绍这部恐怖片跟鬼故事有关对鬼故事收藏馆嗯那呃本来我就想说哎又来一部恐怖片因为很多恐怖片呢其实只是一直用音效或者是血腥来吓人对其实故事都非常的空洞到处喷血啊或者说三不五时就一个很大的声音来把你吓一下对然后不然就是有穿的很很少的女生 人一直尖叫一直被砍杀哈哈哈故事大概类似就是这样对就是装神弄鬼然后之后也觉得哎那个梗都是差不多的是啊但是鬼故事收藏馆不一样对它是一部很特别的鬼故事嗯那他呢就是非常充满了暗黑的哥德峰嗯而且他也像刚刚的最后的时光虽然给你一个喝醉了很快乐的时光可是最后都会给你加警语 然后本片也是哦他告诉你千万别做坏事这故事发生在太平间是不是嗯不是太平间停尸间吗还是什么哎他们那个地方很奇怪就是可能是那种乡下的小镇对他就是会有一个他嗯他上面就是给你做仪式然后下面是放尸体存放的停尸间是就是一条龙啦是就是类似像那种殡葬社对对然后上面是举行 仪式的就是让家居的就是让家居来然后讲一些什么城归城土归土是然后下面地下室因为那个是很早以前百年以来都是那个小镇的藏仪设所以呢地下室以前的那个冷冻没那么好所以他们就是把那个尸体放在地下室那这个年轻的女生是怎么样会进入到这个场地啊嗯主要是一个小孩对他在这边举行的那个呃那个藏仪的离呃那个仪设 然后之后家居离开以后这个女生才出现在这里然后这个藏仪设也有一个很阴森的老人来一个人独自的主持然后他一直在征人但是都没有找到适合的人 所以这个女生是去找工作的这个女生说嗯我不是来看那个探视的我是来应征的所以他就说那你来帮我介绍一下你们这边有什么设备啊然后有什么工作内容之类的 然后这部电影呢就是哎其实导演的一开始就是哎会翻开一本古书然后的旁白就会说世界的组成哦是由故事所组成的对然后就跟你说这翻开了一本古书然后古书上面就会有哎就会扫射一个空中的森林然后下面呢就乌鸦飞过哇然后就开始一个小男孩骑车经过到处送报纸听起来跟一般的故事 跟一般童话故事们很久很久以前这样的开头不太一样充满着非常怪异的气氛就是那种哥德封然后那小男孩骑车送到这个藏仪社的时候他就赶快跑掉对对因为这藏仪社时代太阴森了是然后这个老人呢就是藏仪社的主持人叫做他姓大可有没有觉得很恐怖就是黑暗的英文 嗯嗯 嗯嗯嗯嗯 そう连那个英文的名字都暗示这个 然后这个女生就开始跟她说 那你要我来这边工作啊你可不可以请你要讲故事给我听 所以她就开始讲了一些发生在这里的一些恐怖的事情哦 对然後然后那个女生才会愿意嘛 然后 所以我们就会在这边听到了很多光怪路里的事情 是哦 例如有那个一个交际花 那他就在舞厅里 然后就舞会里 然后他就跑去厕所 然后外面还有男生说 哎呀你快点出来嘛 然后那女生就说 我等一下就出去了 结果呢 原来他在厕所里面 他在里面已经爬了 很多色男的钱包 哦 你是说类似那个 就是 哎算仙人跳吗 也没有啦 他就是在舞会跟人家跳舞 然后那些色男 就着迷他的美色 他就趁机把他们的钱包爬走 然后跑到厕所 然后把钱抽出来 然后就把钱包丢在垃圾桶嘛 对 对 然后他正在进行这个事情 外面有人敲门说 你快点出来 然后原来这个人就是 后面的故事里面 会出现的一个医生 所以说他彼此的故事之间 还是有串联的 这些人物啊 对有些人物像那个医生 然后那个女生呢 后来就在 哎很高兴得拿了很多钱 然后他就在这个 厕所里面不是会有镜子吗 他就开始化妆 结果后来他就好奇心 因为他很喜欢偷窃嘛 因为那个镜子 那个厕所镜子 居然有个锁 结果呢 他就想尽办法 要把他撬开 对 然后撬开之后 原来里面是一个 八爪怪物 就把他抓进去了 然后一开场 就让所有的观众 吓呆了 究竟是怎么回事 然后接下来 又有很多故事 我觉得第二个故事 最惊悚了 而且也跟我们 现在的时事有关联 就是男人究竟可以怀孕吗 他描述的是 在70年代的 美国大学校园 然后呢 有很多男生兄弟会就办派对 邀请新生或女生来参加派对 然后趁机黑秀 然后有一个帅哥 他就是到处骗女生 他已经好像破纪录 已经跟67个女生上床了 然后又想要拐另外一个新的女生 然后那个女生就跟他说 你一定要带保险套 然后那个男生就说 好 可是事实上 他偷偷把保险套拿走 然后他就无套 就是射出 可是后来第二天 他发现自己怀孕了 你说男生啊 对 他肚子越来越大 他本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去看医生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前一个故事 想要勾引焦剂花的那个医生 然后那个医生就跟他说 这不可能 因为医生看到 原来检验报告写 这个男生怀孕了 好 这样的故事只会发生在电影里头 我们还是要怕那个卫生局来约谈我们 没有这是美国的恐怖故事 你可以约谈拜登总统 对 然后他就是怀孕了 然后所以这部片真的非常的惊悚 后来他有生产 那生产的画面 大家看了真的会目瞪口呆 所以他都围绕在一个主题 也就是说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对 时候未到 然后还有很多更恐怖惊悚 还有你想象不到的故事 好 我们最后给鬼故事收藏管一个电影指数吧 邪恶必受惩罚四颗心 凡事皆有因果 大家各位施主请多做善事 好 经过了这个周末呢 就要迎接三八妇女节 我们待会来介绍跟女性有关的电影 欢迎大家回到电影下游上瘾 我是肺夫 加入肺夫的粉丝团了吗 非常简单 只要在脸书上面搜寻中广主播 曾武卿按个赞加入就可以了 介绍最后两部片 今天请到的影评人士佛拉德 那么在这里要祝福这个全天下的女性朋友 占了一半的人口 这个妇女节快乐 那么三八妇女节推出的是女性日常 但是讲的不是让人家太开心的故事 是在讲这个性骚扰 对 因为呢 其实性骚扰呢 在我们台湾之前也为 就是未为话题 闹得沸沸扬扬 对 然后可是呢 其实让大家比较意外的是 在芬兰这个国家 那每次甚至他们的总理都是一位女性 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面 而且每次大家都说 那芬兰的人权指数啊 都是非常的高 因为连女性都可以透过竞选成为总理了 可是呢 这部电影就要由六位还是七位的芬兰女导演 他们要拍出在他们周围 或者是他们自己也有类似的经历 然后的就是有六则 芬兰的女性受到不同程度的性骚扰 我看里面的故事啊 比方说在公车上面可能会遇到性骚扰的状况 甚至在职场上面 像演员会遇到一些潜规则 哇 真的是跟现实人生很像耶 他们演出了这个巨马里面啊 就男主角又跟女主角 也唱强暴戏 他认为呢 不需要就是这么重贤 或时间那么长 可是导演跟男主角 本来都续印故事说 哎好啊 也可以删减啦 可是后来 他们还是没有经过他的同意 就延长 然后呢 让他觉得在拍这样的戏的时候 就是会觉得 这真的有必要吗 是 然后甚至他们还安排他 就是先去录音间录一段 他一直喊说 谁来救我谁来救我 到底谁可以来救我 嗯 对 就很像很多女性的嘶吼一样 然后例如像搭公车的 嗯 一个类似可能是高中女生 然后呢 他就听自己的耳机 然后坐他对面的两个渣男 就一直撩他 叫他跟他们去玩 天哪 然后他不肯去 他们就动手 所以就me too的故事 其实不是这个电影情节哦 感觉就是这个现实人生也会发生啦 对 而且他正在坐公车 他后来就看着其他的乘客 希望有谁能够来救他 但是不论是女性乘客或男性乘客 大家都装着没看见 都装沉默啊 天哪 对啊 对啊 因为大家可能觉得 他们就是只是聊他 或者是动动手 摸摸他裙子 就是大家不想惹事啊 太恶劣了 对对对等等的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故事 也是让大家很感伤 就是在一个新年的聚会 一个公司 然后同事本来都蛮好的 然后有一个女同事 就有点喝醉 他就讲到说 公司有一个高层 曾经在公司的暗处 把他推倒 然后要世俗强暴他 他好不容易才挣脱 对 结果没想到 这件事讲出来以后 其他的女同事就说 真的有这件事吗 他真的有做这件事吗 他将来会毁坏 我们公司的名誉 什么什么 就大家都开始 怀疑这个女性 反而没有去支持他 对 甚至有的人会觉得 那个主管还好 我跟他在一起 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事啊 对等等 所以就是一个受害者 反而成为被大家可孤立 所以大家要记得 不要让这个沉默 成为一个共犯啊 如果说你是沉默不语的话 搞不好你也是一个 性骚扰的帮凶哦 那最后给女性日常 一个电影指数吧 芬兰女性对抗性骚扰 四颗星 嗯 好 这是女性日常哦 是关于这个短片的一个故事哦 那除了这部短片集之外呢 这个礼拜还有一部也是蛮有趣的 算是一部纪录片吗 对 然后这部纪录片呢 是就是走访了很多的国家 大概有50个国家的女性 她名字很特别 对叫女也 事实上就是她 那里面呢 就是导演呢 采访了大约2000多名女性 然后从里面呢 就是筛选 然后剪接 然后完成了这部影片 然后这部影片呢 也参加了威尼斯影展的纪录片单元 然后这部电影呢 其实也有谈到 我们刚刚说的那个芬兰电影里面的性骚扰 但是她的主题不是只限于性骚扰 她访问了这些女性 她们有的谈论到她们生育 养育儿女的快乐或心酸 因为有人可能是生下来的 有身心障碍的小孩 然后让她很辛苦 那也有她们 也有一些女性谈论她们的第一次的生理期 然后也有人想到老公外遇 对她们的伤害 也有女同志谈她们的爱情故事 就是当然也有女性很重视的性骚扰 这个也是成为这部电影的主题 所以这部电影呢 大概会请了这些女性 然后谈的 我们刚刚说的这些主题 就会各自访问一些女性 然后把她们的这些内容剪辑在里面 然后里面不论是有白人黑人 然后欧洲人美国人亚洲人 甚至也有中国人 像这个中国的大陆的女性啊 她讲了一段就是让大家非常感伤 她谈到怀孕 她说她因为实行一胎化 然后她的孩子怀孕到八个月的时候 她被强迫堕胎 八个月非常危险 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既然八个月了 那你之前就在三个月的时候就应该进行 如果已经到八个月不如让她生下来 然后把那个孩子让别人领养 但是还是就是要堕胎 对对对被强制脱胎 非常不人道 对然后她用中文讲出这样子的 对我觉得对大家来说应该看了 是会有感慨 然后甚至里面有很多被家暴的 有的她已经整个脸都已经面目模糊 她被老公又流酸泼 然后她就现身说法 她有的是被老公揍一个眼睛已经瞎 这个是横跨五十个国家 这不是在演 这是由这个真实世界的主人翁 他们自己站出来现身说法 就遭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 好这是这一部非常特殊的女演纪录片 好接下来就是要进入这个单元 台北票房观测站 要公布上个礼拜的台北周末票房排行榜 第一名诈欺女王217万 第二名是名侦探柯南 飞色的不在场正名 也是217万的成绩 第三名角头浪榴莲179万 第四名是复身犯178万 第五名我没有谈的那场恋爱114万 那么接下来就是让影评人 伤脑筋的两个小单元 我们特别设计 孤注一支大作战 还有抢救影片大作战 今天介绍的芯片非常多元 类型也非常的特别 但是如果只有一部片的时间跟成本 那么阿德的选择是哪一部呢 你要推荐给大家的是日本片《浅田家》 然后这部电影呢 能够看到《二宫和野》《七夫木冲》《黑木华》等 日本的演技派演员共同演出 然后这是一部有效有泪的电影 而且让你看了以后 很想跟你的家人一起拍 属于你们家的全家福照片 大家可以发挥一下创意 不论是你要当什么消防员 警察 大家都可以去配合找个道具 然后一起来拍一下 当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回忆 好那介绍完这个孤注一支大作战之后 现在要进行抢救影片大作战 我们没有忘记好片 尤其是即将下档的好片 要就哪一部呢 我要推荐给大家的是动作片《回路追杀令》 这是一部拍得非常过瘾 杀得也非常过瘾的电影 然后具有创意的情节 有很多刀剑枪炮弹药全部都出现了 然后可以有 还有大家在好莱坞动作片 一定会看到的飞车啊 或是枪战场面 所以呢把这部非常有创意 可以让你看的很爽的动作爽片 推荐给喜欢动作片的观众 娱乐效果十足哦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只能跟影评人佛罗阿德聊到这边咯 希望下次阿德来到节目当中 推荐更多的好电影 谢谢大家 提醒大家电影下游上影呢 在每个星期六十二点零七分 在中网新闻网推出 那么如果你错过或者听得不完整 怎么办呢 没关系 我们现在提供更方便的收听收看的方式 只要上YouTube搜寻电影下游上影 这个影呢是电影的影 也欢迎大家看完听完之后 帮我们分享出去哦 我们下礼拜再见咯 赶快加入肺夫的粉丝团 只要在脸书上面搜寻中网主播 曾武清按个赞加入就可以了 我们下礼拜见 拜拜 拜拜